嗨老公 男人只是捡了个红包 就被一只帅鬼缠上 还被逼着叫老公 不叫 阿汉是个警察 这天正在追捕犯人 那家伙是个亡命徒 把车开得飞快 还边跑边销毁罪证 他只好走捷径 却不想落于事故 就连犯人都看呆了 忍不住停车笑话他 阿汉恼羞成怒 一脚油门踩到底 硬生生把车开了出来 然而下一秒 就撞上了隔离带 犯人忙着看热闹 没注意前方的路 结果支撑云霄 一头栽到了地上 阿汉想去抓人 乃和车门被堵住 副驾驶的警华 无语道翻白眼 只好匆匆下车 帮他收拾餐局 阿汉沿路收集物证 却在捡起一个红包后 被一群大妈团团围住 见了死者的红包 就要跟他鸣婚 阿汉打开一看 竟然是照男人的照片 他生平最恨同志 现在却要给男鬼当老公 想都别想 然而大妈却警告他 捡到红包却不履行婚约 可是会倒大霉的 阿汉对此吃之以鼻 却不想接下来几天 他不是差点被车撞 就是险些被冰箱砸 甚至还 你这么高的 早如今 在经历降职 功劳被强 开枪走火 等一系列倒霉事后 阿汉终于意识到 大妈的话 可能是真的 为了终止霉运 他只好满肚子委屈地 参加了冰魂仪式 大妈安慰阿汉 不要成为苦脸了 你老公毛毛 火不开了 长得还很帅哟 当晚洗澡时 阿汉见到了传说中的帅鬼 险些被吓破胆 因为不肯叫老公 毛毛一气之下 附到了阿汉身上 带着他在大街上裸奔 还给警察修钢管舞 大雪下月 我不进行 出了这么大的洋相 阿汉一秒都忍不了了 他连夜去找法师 希望能和毛毛离婚 然而法师连算三挂 却得出结论 你上辈子是他养的狗 这缘分是天注定 强行拆散 会损害羊兽 不如这样吧 鬼魂游荡人间 大多是因为心愿未了 你帮他消除遗憾 送他去转世投胎 不就能恢复自由身了 阿汉只好妥协 将毛毛带回家 帮他逐一实现心愿 先是阻止地球变暖 再来是探望外婆 还要给小狗找新主人 难度最高的任务 是拿回毛毛的手机 将里头的私密视频删除 阿汉在遗物中乱翻 却被刚到家的毛霸 撞了个正招 不得不留下吃晚饭 得知他是警察 毛爸忍不住抱怨 撞死我儿子的家伙 肇事后就逃逸了 是你们分局负责调查 那警员却敷衍了事 借口检视其故障 就匆匆结案了 阿汉听着 心里也犯嘀咕 这其中 恐怕另有隐情 毛毛的最后一个心愿 是想再见男友一面 当初两人准备结婚 却遭到毛爸的激烈反对 气得毛毛离家出走 却在半路被车撞飞 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阿汉来到男友家 没想到来开门的 却是一张陌生面孔 毛毛有些失落 这么快就找到新婚 看来一点都不难过 恐怕眼泪都没掉一颗吧 两人正要离开 却在楼下撞见了毛爸 他一直在收集资料 想找到撞死儿子的凶手 原本身强力壮的男人 如今面容憔悴 阿汉实在于心不忍 决定重启调查 一人一鬼来到警局 查看监控录像 正如警员所说 案发当天 街角的摄像头刚好坏了 于是他没有来到事故现场 阿汉凭借警察的直觉 锁定了一辆车 这个视角 应该能拍到凶手的正面 然而打开行车记录仪 心却量了半截 就在这时 一串熟悉的车牌号 引起了阿汉的注意 这不就是剪红包那天 他追了一路的那辆车吗 那家伙或许看到过什么 然而两人来晚了一步 反人已经变成了尸体 这样一来 线索又断了 幸好 视频中还有一辆车 阿汉马上动身 去找最后的目击证人 没想到 半路上遇见了锦花 更巧的是 他正在追查的黑老大 有个得力的小弟 就是这个目击证人 时间紧迫 他们果断合流 跟着目标来到一家工厂 黑老大真的在这里 锦花跟阿汉配合默契 扮演夫妻互过了小弟 毛毛在后座看着 却莫名有些吃醋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两人决定先回局里复命 去听到同事诋毁锦花 阿汉当场就要发飙 却被锦花一把拦住 潇洒淡定的语气 瞬间其中少男仙 迷得阿汉身魂颠倒 毛毛很不爽 言辞警告他 这女孩重复很甚 你最好给我警惕一点 没过多久 黑老大再次露出马脚 阿汉和锦花去抓捕 毛毛却自作主张 进入工厂打探情况 随后慌乱地飘出来 里面人在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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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瞅着阿汉窜出去 警长也坐不住了 带领手下就往外冲 特警也全员出动 费劲就牛二户之力 终于破门成功 然而黑老大早就藏好了证据 正带着小弟跳减肥操呢 行动宣告失败 幸好阿汉在毛毛的提醒下 拿走了小弟的行车记录仪 根据视频显示 撞死毛毛的跑车司机 居然就是黑老大 原来两个案子要抓的 一直都是同一个人 阿汉立刻献保 将视频交给了警华 可以用肇事逃逸的罪名 将他逮捕了 警长亲自开车 去黑老大住处抓人 到地方却发现人去楼空 那家伙早就听到风声 提前跑路了 接连几次任务失败 经常不得不怀疑 我们队伍内部 恐怕有卧底 阿汉是头号嫌疑人 只好接受停职检查 毛毛愣超热讽 谁叫你恋爱脑发作 把证据交给那个女人 阿汉恼羞成怒 一把抓起他的灵牌 冲到了渣男前任家 就算要冥婚也赶你来 论不到我这个倒霉蛋 渣男却一脸冷漠 说哪怕毛毛还活着 我们也不会结婚 当初就是他一头热 我都表现得那么冷淡了 难道还看不出来 阿汉非常生气 你妈毛老娘哭了 说着一拳挥上去 总算出了这口恶气 两人来的公园 难得没有伴随 而是安静地坐在一起 气氛甚至有些温情 毛毛还是很委屈 说他只是想找个 互相信任的人 好好生活一辈子而已 阿汉有些心软 欲起别扭地安慰他 我想好了 反正养你不用饲料 比养条狗还划算 上辈子你养我 这辈子我养你 前世的心结终于化解 毛毛破题微笑 决定去转世投胎 就消失在了夕阳中 然而这天晚上 又发生了一堆怪事 先是家里停电 再来是镜子上 突然出现鬼话服 阿汉非常无语 他不是抽胎了 毛毛比他还无语 我在旁你破案了 刚听到警长讲电话 说黑老大今晚 要从二号码头跑路 搞不好 他就是内鬼 阿汉立刻赶往码头 跟踪警长来到一家会所 他痛心地掏出枪 递在锡子队友头上 然而下一秒 毛毛的情报又出错了 原来警话才是内鬼 每次任务失败 都是因为他通风报信 经常和阿汉被抓作人质 毛毛想要将功赎罪 就偷偷潜入房间 却撞见了惊人的一幕 原来 警话是为了给妈妈报仇 才一直留在黑老大身边 还特意打电话给警长 透露了他们要跑路的消息 依此将人逼入绝境 好知道钱藏在什么地方 现在他要带着所有的钱 援揍高飞了 小弟们终于闪闪来迟 救下了虚弱的老大 眼瞅着阿汉要被杀 毛毛一咬家 一跺脚上了他的身 于是小弟们就目睹着大哥 突然变得很妩媚 还亲自打开了阿汉的手铐 此时警察匆匆赶到 一时间也愣住了 到底谁和谁是一伙的呀 毛毛拼命解释 咱其实都是一家人 枪却意外走火 杀掉了一个小弟 毛毛吓坏了 赶紧解除附身 黑老大还在迷茫 警察已经抠动扳机 子弹正中胸膛 大战一触即发 阿汉忙着揍小弟 还要分神担心毛毛 鬼魂附身人类 轻则元气大伤 重则魂飞魄散 毛毛此刻非常虚弱 身体也越来越透明 他想提醒阿汉 黑老大还在后面 可惜我也是一晚 阿汉失血过多 必须马上手术 偏偏赶上晚高峰 救护车被堵在了半路 毛毛拼紧最后一次魂魄 孵到前面每个司机身上 让出了一条救命通道 阿汉得救了 毛毛的状况却不乐观 他的身体若隐若现 似乎马上就要消失了 毛爸来医院探望阿汉 感谢他抓到凶手 替儿子伸张正义 阿汉问他 如果还能见到毛毛 您想和他说些什么 毛爸瞬间红了眼眶 其实当初 他已经接受了 儿子出柜的事实 也带了礼物 想去拜访一下未来女婿 然而来到渣男家时 去碰巧看到他出轨 于是当毛毛说 想去临政结婚的时候 补善言辞的毛爸 选择了最伤人的方式 你要是跟那个男的结婚的话 以后就不要叫我爸了 毛毛伤心地离开家 当晚就出了车祸 打那以后 儿子的死就成了 毛爸永远的心结 阿汉泪流满面 替毛毛传达了那些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谢谢你 让我知道什么是无条件的爱 如果有下辈子 我还想要做你的儿子 直到这一刻 所有的遗憾 终于烟消云散 毛毛的灵魂也得以完整 真正的回归圆满 故事的结尾 毛毛顺利转世投胎 阿汉则堕了一条狗 和一个温暖的家 他始终供奉着毛毛的灵位 将这段奇妙的境遇 藏在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